哈喽大家好 羊肉平时我们都喜欢吃 但是我们在家炒的羊肉炒出了以后 这是又腥又柴 沙味也非常大 其实咱们一开始就做错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正确炒羊肉的方法 炒出来的羊肉不腥不柴 还吃的非常的嫩 一圈三连求观众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总部系羊肉 我选用的羊肉是羊腿肉 大家也可以选用羊腿肉 羊上脑肉 把这羊肉我们给它切成片 切的片稍微薄一点 切好的羊肉 咱给它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我们浇入清水 把这羊肉呢 我们会清洗一下 洗出它里面的血水 收下血水以后 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这个羊肉呢 就不会特别的腥 特别的山 大家看洗出了多么脏的血水和杂质 然后把肉我们给它捞出来 把这水分呢 一定要给它控干 然后我们再放到一个碗中 洗干净的羊肉 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我们再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大葱 大葱呢 我们只取葱白 把这个葱青呢 我们都给它切掉 葱青也不要丢 我们丢下来 炸葱油 再把大葱 我们给它切成葱段 葱段稍微大一点 就是马蹄状 切好大葱 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锅里面 我们加入些食用油 我们再加入香油 在这里一定要加香油 这样炒出来羊肉更加的香 香油和食用油的比例呢 是十五比一 然后咱们开火 把这油温呢 给它烧至高一点 全锅冒烟 油热以后 我们下入羊肉 快速的 把这羊肉呢 给它滑散 利用高油温 把羊肉的煽气味 给它炒出去 这样呢 咱们这个羊肉炒出来 才没有腥味 也没有煽味 炒至这羊肉 全部发白以后 咱们把羊肉呢 给它捞出来 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接下来锅里面 再次加入些食用油 把油呢 我们给它加热 油热以后 再下入我们的大葱 把这大葱呢 我们先给它煸一下 煸出大葱的香味 把大葱呢 表皮煸至焦黄 为什么要分开炒呢 分开炒呢 这个大葱才能出来香味 如果是一块炒 这个大葱是出不来香味的 同时这个羊肉呢 还非常的轻 煸炒至发黄以后 香味已经出来了 这时我们下入 我们炒好的羊肉 快速的把羊肉 和大葱 翻炒在一起 让大葱的味道 彻底的融到羊肉里面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生抽酱油 一点点的陈醋 沿锅边浇入 去除一下它的羊山味 同时也能增香 再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来上一丢丢的蚝油 少许的鸡精 不喜欢吃可以不用加 然后呢 我们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葱爆羊肉 就烹饪完成了 这样咱们做出的葱爆羊肉呢 不腥不柴 无善味 就是没有牙的奶奶呢 这样这样做的羊肉呢 也是非常的弄滑 也能吃得动 今天烹饪羊肉的这个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要点给大家在这里说一下 首先咱们的羊肉切完以后啊 也用清水给它清洗一下 洗出多余的血水 这样再炒出来的羊肉啊 吃得才不删 第二点 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一定要加食用油和香油 两者相结合在一起去烹饪 这样烹饪出来的葱爆羊肉 更加的好吃 掌握这两点 你也能烹饪出 无腥味 不柴 不删的羊肉 今天羊肉的做法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您喜欢 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在家做做事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点击我的头像 能查看我的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